一章是講到 聖了獸和獸像的人和七腕 這十五章二節就是我們開始講這段經文 我們一起讀一讀十五章二節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參雜 有看見那些聖了獸和獸的象和並他明治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琴 大家可能聽過有些人說災前被提有沒有聽過 他們就覺得這裏就是被提了 這班人被提了,在天上,地上還在發生的事 但你留意那些字眼和時間 兩個字眼,一個是時間,一個是字眼 前面十四章,十四節開始講到 講到人子 雲上有一位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面 手裡拿著快簾刀,將快簾刀櫻下來 所以這個是審判的時候 他這個聲音今天幫我擺遠就可以 在審判的時候 在這個審判的時候 如果你計算時間,不是之後 如果可以去後面看看 能否教到聲量 這個聲量很大 那個時候,是在快簾刀之後才講到這件事 雖然我們不能夠全部知道時間 但是你看看十四章 是講到那個時間上 是在耶穌用快簾刀去審判 即是在駕魂降臨,即是末日 還有另一點,我在經文裡面 我看到另一點是證明 不是災前被提 在哪裡呢? 這就是我們讀經需要小心讀 聖了獸和獸的象 並他明知數目的人 獸什麼時候出現? 大災難 對不對? 如果你未到大災難 已經走了 那更好 需要不需要聖獸? 不用了 已經走了 但是他一定是在大災難中 他才能夠聖過獸 所以他是經歷過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然後他聖過獸 但是聖過獸這個真是 為什麼呢? 什麼叫聖過獸呢? 怎樣聖過獸呢? 到底他們是 已經被獸殺了 因為他依然堅信耶穌 因為他們打仗贏了獸 因為他們在靈命上聖過獸 那麼打仗贏了獸 這件事應該不是的 因為他們說到獸是聖過他們的 而最後呢? 基督是被耶穌親自降臨 審判的 所以這個是說到他們的靈裡面的 剛強 靠著耶穌得勝 有些可能是被殺 有些可能不是被殺 那這些人就是聖過獸的 但是他們在天上 為什麼呢? 有玻璃海 這些人拿著神的琴 這些都是說到天上的情境 那下面的經文 都是說到他們在神的寶座面前 所以其實都是天上的情境 所以這群人應該是死了 那這個就可以是 直接是耶穌回來之後 亦都可以在中間 他們在玻璃海裡 玻璃海在啟斯律四章六節說到 寶座前好像是玻璃海與水晶 即是在神的寶座面前 你可以站在天上的 站在地上好像沒有東西 看上去玻璃海的情境 這些人就在天上得勝 有些人就會說 這些人就會被提 明明是要面對這個壽 所以他不是災難前被提 而那些清楚的經文 是說到 被提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之前有說過 上網找被提 然後葉牧師就會看到 那些經文證明 接著他們在做什麼呢? 我們一起讀了 十五章三節 唱神伏仁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 主神全能者 你的作為大災奇災 萬世之王 你的道路易災成災 主啊誰敢不敬畏你 不將榮耀歸於你的名呢? 因為獨有你是聖的 賣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的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那麼他們基本上就是 就是讚美神 唱摩西和羔羊的歌 這個摩西就代表了舊約 羔羊就是新約 但是其實新舊約 都是耶穌救贖我們的 那麼就稱眾神 然後就說到 個個都要敬畏神 因為獨有神是聖結的 而且你的公義的作為已經顯露出來了 你的作為已經顯露出來了 其實啟哨 你看到從容風風 都是講到末日的情境 所以如果你純用一個次序的觀念 你就會覺得 到底是什麼時候發生呢? 這些事情 有可能在大災難期 那些人死了 上到天上 站在玻璃海裡 在讚美神 也可以在耶穌回來之後 他們在天上讚美神 然後就講到七個碗 一起讀 啟示六十五章七節 四會物中有一個靶 成滿了活到永永遠遠之神 大露的七個金碗 吸了那七位天使 因神的榮耀和能力 電中充滿了煙 於是沒有人能以進電 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災緣不了 這要講到就是有神的大露的七個金碗 給了那七個天使 因爲神的榮耀和能力 整個聖殿就充滿煙 於是沒有人能夠進電 那這個是天上的情境 沒有人 即是沒有人可以指 沒有人也沒有天使進去 即是沒有一件事可以進去聖殿裏面 即是在神最高的榮耀 即使天使都不能接近 我們很難想像這件事 即是到底神的榮耀是怎樣的 神那種同在是怎樣的 當神將現祂最大的榮耀 我們發覺耶穌在世上 祂有不同時間 有時祂將祂的榮耀 祂是醫治人 祂的說話 另外就是登山變形 祂就上到山上 整個變了榮耀的身體 以及在啟示錄一章那裡 當祂出現的時候 約翰看到祂整個都站不到 跌在地上 那就是一個比較榮耀的時候 但依然不像這裏那麼榮耀 因為這裏 人都不可以接近 在這樣的情況 即是我們看得到 原來神的最強烈的動作 是沒有人能夠頂得住的 因為祂的榮耀 祂的榮耀 祂的能力 彰顯出來是非常大的 然後我們就看回七號 為什麼呢? 因為一會兒是類似的 有二、三、四是類似的 OK? 七號我們大約看 第一就是地和樹的三分之燒了 第二就是海的三分之一變為血 第三就是江河和泉源 第四就是日月升 即是二、三、四就是海、水和天 然後第五號就是開毛底坑 開毛底坑 王還飛出來 那個王叫阿巴頓 那這個就很可能就是 就是開毛底坑 就是迪基督開始出現 抹躍了 這個在第五號的時候 然後第六號的時候 就是白拉大河 四個使者釋放開殺人的三分之一 這裡全部的特色都是三分之一 然後第七號就是審判 末日的審判 好了 然後現在講到那七碗了 第一碗 他馬上就已經是攻擊 沒有跟從神的人 一起讀 十六章二節 第一位天使便去 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惡而且毒的倉 生在那些有獸印記 拜獸像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 把碗倒在海裡 海就變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這裡講到第一個碗 那些有惡而且毒的倉 生在那些有獸印記和拜獸像的人身上 即是說 除了基督徒 每個都生了毒倉 生了毒倉 所以你就想 後面又會有打仗 那時候他們還是在生毒倉 還是痊癒 聖經沒有說 可以打仗 也可以打仗 所以 他可能打仗的時候 這些全部都是在生毒倉 即是我在把他串連的時候 其實我在反覆思想 即是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反覆思想 到底怎樣把這些串連呢 就講到這些 所有 沒有拜 即是所有拜獸像的人 他們都有這個 毒倉在身上 那又讓我們看到 這個真的很明顯是神的攻擊 不過在這個時候 當他已經受到這個獸印記 他已經沒有回頭的機會 即是神將顯他的榮耀 是告訴別人 在地上他們已經有這個懲罰 不過他們依然還要去打仗 即是他們可以不打 但他們依然去打 好了 第二碗 海 有多少成變成血 是全部 海就變成血 這才是多少 三分之一 這才是第二號 這是第二碗 那裡三分之一 這裡全部變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好了 接著 第三位天使 對不起 一起讀一下十六章四節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 與種水的泉源裡 水就變成血鳥 我聽見掌管種水的天使說 色在今在的聖者們 你這樣判斷是公義的 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 現在你吸他們血渴 這是他們所該受的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 是的主神傳能者 你的判斷易災成災 這裡像什麼? 像什麼? 像什麼? 第三號 第三號 三分之一的光河和泉源 變成血 現在這裡是多少? 全部了 全部變成血 人根本已經不能生存 多長的時間了 很多人都看到末世 最後的時刻 所有江河和種水的泉源 全部變成血 亦是一個審判的時刻 因為那些人曾經流聖徒與先知的血 所以給他們血喝是應該受的 到底那些血喝完會不會死了 我們不知道 不過總之那些水全部變成血 應該是不能喝的 應該 然後就說到神的審判 是宜哉公義的 是公平的 亦是真誠的 是誠實的 是按照人所行所做的 接著是第四碗 一起讀 第十六章八節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頭上 叫日頭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義所烤 就蝕毒那有權掌管者 謝災的神之明 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受的座位上 受的國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蝕頭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倉 就蝕毒天上的神 並不悔改所行的 這裏第四碗像什麼 是四號 四號就是日月星 黑了三分之一 這裏就是什麼呢 不是黑 是熱 都是跟天有關的 所以是海、水 然後到天 這裏就是日頭 變成能用火烤人 但那些人 他們受大義所烤 他們是蝕毒神 不是悔改 由第五位天使 把碗倒在受的座位 和受的國就黑暗了 這裏對應第幾碗 第幾碗和受有關 記得嗎? 記得嗎? 第一位天使 第一碗的時候 那些所有拜受 和受印記的人 他們有惡而且毒的蒼生在身上 所以已經是攻擊受的國度 而這裏呢 第五碗呢 就是受的國黑暗 那為什麼黑暗呢? 受仍然活躍 他仍然打仗 那為什麼黑暗了呢? 可能很多人跟從他的情況 或者他的能力 或者他的榮耀 某些地方 總之他呢 變成一個很醜惡 或者變得很醜惡 那些人呢 變成個個個 好像魔鬼邪靈那樣的款 受的國黑暗 因為聖經沒有說到 什麼黑暗 所以我們只能夠去 猜測 然後到時候 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應驗 受的國黑暗 而他們就很痛 痛到咬舌頭 咬舌頭痛不痛啊? 為什麼要咬舌頭呢? 因為其他地方痛得更重要 所以咬舌頭 讓他注目在牙齒 肉那裡 就不注目在其他地方痛的地方 因為其他地方痛得更瘋狂 有些人去過地獄 他說受的苦 是比世上更加痛苦 不過 有一個不同 就是不會死的 但是很辛苦 又熱又熱得辛苦 痛又痛得辛苦 又窒息 想呼吸 很需要呼吸 但是沒有空氣 好像不斷吸氣 但是不斷沒有空氣 在這種情況下 臭到超越世界上任何的臭味 在地獄裡不斷受苦 而且最慘就是永遠無止境 所以我們真的要拯救更多人的靈魂 他們會痛得咬舌頭 而且因為所受的痛和生的瘡 到底是第一碗的瘡 要說現在又再生的瘡 不知道 總之還是有瘡 他們便洩讀天上的神 並不悔改 接著第六 第六的天使 天使把碗倒在白拉大河上 河水就乾了 要吸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 預備道路 我又看見三個污衛的靈 好像青蛙從龍口、獸口 並假仙之的口中出來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 私行其事 出去到普天下眾王那裡 叫他們在神存行者的大日聚集爭戰 好了 這裏第六碗 倒在白拉大河 白拉大河在哪裏呢? 這個地圖可能比較遠 不過你一看就看到中國 東南亞、印度 這個紫色的地方就是印度 黃色的地方就是中國 然後阿富汗、巴基斯坦 然後伊朗 深藍色的地方就是伊拉克 最左邊是以色列 看到嗎? 地中海就不太清楚了 好了 在伊拉克 中間有一條紅線 這是我畫的 不是地圖畫的 地圖的精準很多 我用電腦的工具畫 所以不太準確 不過大約是這樣 大約是在波斯灣 大家看看下面波斯灣 波斯灣那裡上去的一條河 其實那裡有兩條河 一條就是伊拉克 叫做白拉大河 或者叫做幼法拉底河 另一條叫做Tigris 這個魔鬼就令到這條河乾了 因為所有東方過來去以色列 都要過這條河 這條河乾了 讓他們可以粗過來 這條是伊拉克的其中一部分 這個白拉大河的其中一部分 即是說其實都挺闊的 他們走過不到的 所以就要整乾了 讓這條河乾了 讓他們可以過去 好了 我們看看經文 他就把碗倒在白拉大河 河水乾了 要吸那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縱黃預備道路 這裏是聖經很清楚說出地區在哪裏 是東方 日出之地的縱黃 縱黃不是一個黃 是縱黃 聖經也會在我們遲些看到有十個黃 忽然間本來沒有權兵 忽然間奪權 其實全世界很多地方忽然間有政變 在那個時候 這些異象 雖然在不同的章 在啟示錄不同的章裡面說出來 但其實可能是同時發生的 即是這裏的縱黃 可能就是那十黃 同時在發生的 那這裏的縱黃 預備道路 預備道路 等他們過去到以色列的地方 有三個烏尾的靈 好似青蛙 那些不是青蛙 是好似青蛙 在龍口、獸口和賈仙芝的口中出來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 即是邪靈 施行歧視 去哪裏呢 去普天下縱黃 有多少黃呢 是縱黃 所有的黃都有邪靈去到他們身上 全部邪靈去到他們身上 即是會有什麼發生呢 集體什麼呢 集體上身 集體邪靈上身 那如果那些黃邪靈上身 那些士兵會怎樣 都是這樣 即是沒有理由那些黃 每個都有邪靈 那些士兵都很正常 不會 根本那些士兵又生瘡 又痛 因為剛剛說完 痛到要咬哩 又生瘡 又有邪靈 即是幾樣東西夾攻的 但他依然要打這場仗 在這場仗的日子 是什麼日子 神全能者的大日 大日 即是 多少日 一日 即是什麼日子 活日 即是最後的日子 一日 這個日子打仗 接著耶穌就降臨去審判他們 為什麼我仍有基督徒在世上呢 因為你打當然是有人打的 即是那些基督徒不是消失了 那你打誰呢 那當然是打那些沒有受印記的人 就是打屬於神的人 所以基督徒仍然在世上 那些人不是站在玻璃海的 所以在時間上呢 我們是 如果你相信時間次序 是覺得很有困難的 除非那部分 就是已經死了 上了天上 那這班 還有一班在地上 這個時候 有一場很大的仗 然後第十六節繼續說 這個地方一起讀 那三個鬼魔便叫縱皇聚集在一處 希伯來華名叫哈米吉多頓 第七位天士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 成了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 沒有這樣大 這樣利害的地震 那這裏說的 這三個鬼魔就叫縱皇 鬼魔是三個 但是邪靈是周時一閘 這三個應該指到領袖 三個領袖 然後他手下是有無數的邪靈 邪靈的數目很多 可以充滿所有的士兵和那些人 希伯來華叫哈米吉多頓 哈其實就是山的意思 哈米吉多頓 就是米吉多頓山 通常叫哈米吉多頓 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加利利的地方 這個大的平原 就是將來末日要打這場仗的地方 第七位天使賭的碗在空中 今次賭在空中 這才是賭在河上 這裏就是第六位天使賭在白拉大河 這個呢 就是賭在空中 賭在空中 有大聲音從電中的寶座出來說 成了 即是已經完成了 完成即是完 即是一切完成 這是末日的時候 又有閃電 一年聲音雷轟大地震 自從地上有人以來 沒有這麽大 這麽厲害的地震 即是從來未試過有這麽大的地震 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然後呢 十九節 繼續 十六章十九節 那大乘列為三段 列國的乘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倫大乘來 要把那乘自己列路的酒杯遞給他 各海島都逃避了 眾山也不見了 又有大薄子從天雪落在人身上 每一個若重一他年得 一他年得若有九十斤 為者薄子的災極大人就蝕獨神 在第七碗 講到這個成鳥 接著有閃電 有雷轟 有大地震 然後這個大乘 就講到巴比倫大乘 這個巴比倫大乘 未必真的指到在伊拉克那裡的大乘 巴比倫 亦都可以指 在當時世界上一個很大的 很多人 這個鬼魔的住處 因為聖經後來有講到的 這個是鬼魔的住處 它就列為三段 好了,這個地震有多大? 大家看看這個經文 有講到影響了多少? 我想大家習慣看聖經 看經文 裡面有哪裏講到這個地震 影響了多少國家 多少地方 是,那裏在後面 列國的城都倒塌了 即是全部的城都倒塌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 鎮的城都全部倒塌了 其實城倒塌了 即是屋都倒塌了 即是全部的屋都倒塌了 即是香港島就倒塌了 那山又倒塌了 是的,整個香港都倒塌了 有大薄紙倒塌下來 每一個重九十斤 哇 九十斤倒塌下來 這個情景 其實是多次講到末日 即是冰波下來 這個災難的時候 他們還在蝕獨神 即是最後的時刻 還在蝕獨神 所以哈米吉多頓 通常都是說末日的戰爭 以及他們是跟基督爭戰 所以這個真是末日的時候 也是成了 好,我們看看 啟示錄七次講到末日的災難 首先就是第六人 啟示錄第六章 就是神憤怒的大日 那些人叫山、岩石 倒在他們身上 就逃避神的憤怒 他的大日臨到了 已經講到神憤怒的大日 第七號 審判死人和賞賜神的子民的時候 所以又是審判的時候 然後第三就是 人子用快廉刀收割 人子駕魂用快廉刀收割 也就是人子降臨 就像馬太二十四章 然後剛剛我們看完的 第六、七碗 就是日出之地的眾王 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去爭戰 又是講到神的全能的大日爭戰 後面的第五就是 十王、獸、高揚爭戰 然後第六就是 通常 多數人都認為 啟示錄十九章 就是真是末日 他之前那些就不當是末日 不過其實都很明顯是末日 然後啟示錄二十章 就講到撒旦迷惑列國 去圍著聖徒的營 有火降下來消滅他們 就講到很多人就認為 這個就是千禧年 這個我們遲些去到二十章的時候 會解釋到底那個時間是什麼時間 那就是給大家知道 我們這次看的就是第四 就是第六、七碗 就是神全能的大日爭戰 天下的眾王 日出之地的眾王 還有其實所有的眾王 因為他說那些邪靈去到 所有不同的地方的王 去到以色列爭戰 我們看到這些現象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很害怕呢? 還有其實有幾種看法 有些是災前避提 還有一個是路前避提 什麼叫路前呢? 即是七碗之前避提 七碗 基督徒應該不用面對七碗 事實上很難 為什麼呢? 我們先說哪幾種 全部變成有問題 海、水、天 天又熱到不得了 海 全部變成血 水又變成血 天又太陽又很熱 所以這個情況 其實可以容易記 第一碗 就是獨仓 生在敗獸像的人 接著二、三、四 就是海、水、天 接著第五 第五是什麼呢? 第五是受的國黑暗了 第五就是受的國黑暗 第六就是哈密吉多頓的大戰 第七就是成鳥 以及有極大的地震 以及海島和山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全都是形容一個末後的日子 因為聖經給我們看到神是得性的 為什麼得性呢? 因為三年半 兩個見證人不斷見證 有三個天使在天上見證 聖靈會不斷跟我們說話 所以我們知道整個過程 神是一路掌權 就算我們在那個時候 在世上看著水全部變成血 我們一樣可以依靠神 神你供應給我們 給我們有力量有生命 應該那些基督徒不會全部都在之前 就全部都死了 為什麼呢? 沒有水喝了 那些世上的人都仍然生存 但是基督徒應該是得性的狀況 因為他們就生了瘡 又痛 那我們應該是不同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 就不是那些基督徒 哎呀我現在很慘了很慘了 現在都餓到快要死了 就是很沒力了 而是應該我們那時候 就是挺身旺手 你看他們全部都生了瘡 全部又痛到不得了 全部都這麼痛苦的 但是雖然他們打仗 打過來好像很恐怖 那些邪靈充滿他們 說個個都瘋鬼 又生瘡 又痛 但是呢 依然打仗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們依然是 有神的保護的 那我們所以 希望大家呢 在心中 這個其實可能是一個大復興的時候 因為那些基督徒那種靈命的剛強 是從來沒試過 因為 基督徒的剛強 很多人就想著 有很多人的復興的圖畫就是這樣的 天下太平 那些基督徒又很厲害 祈禱很厲害 那些醫院全部都清掉 就是他們只想著 我們很強勁的見證 於是 每樣都很順利 但是聖經講 是每樣都一路變差的 所以這個復興 很大可能就是在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但是我們都希望大災難之前有復興 因為你今天復興 你真的每天都肯給神用 你就以後都復興 其實每個基督徒 我們有聖靈的能力 有聖經的話語 是很有能力的 我們講完啟示錄 就會講到我們怎樣 我們怎樣給神去用 怎樣有聖靈的能力 給神去使用 那其實呢 我差不多過個星期 都有人找我去祈禱的 都有人找我輔導 釋放 那我就想你們都懂得做 而我亦都會給你們機會做 那首先你自己和神的關係好 時事親近神 有聖靈的充滿 心裡面充滿喜樂平安 處理所有的垃圾 所有的負面思想 所有的不好的事情 全部處理 那你有信心 然後帶著聖靈的恩高 當你沒有邪靈 你就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那你就會發覺 你的事奉就會提升 是一個很大的提升 因為你會發覺 無論他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祝福他 幫助他輔導 和為他祈禱 帶來很大的祝福 當我們都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復興 其實這個世界上 是有不同的復興 不過太多人 是等那種 神就大復興來到 他就不是想 我們自己怎樣給神改變 我們應該多點想 我給神改變 我就可以給神用 我就可以今天開始給神用 如果我們這班 弟兄姐妹 每個都給神用的時候 那個力量就很大 求主幫助我們 給我們信心 我們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我們可以有大的復興 臨到我們身上 就算世界怎樣困難 我們都能夠暫落得穩 求主祝福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疫情都很重要 十幾萬 一天十幾萬 以前兩萬 我們已經覺得很重要 現在十幾萬 求主給力量 即一個國家十幾萬 求主給力量 我們靠著耶穌得性有緣 我們現在又會一起祈禱 幫助大家去更經歷聖靈 敏感到聖靈的同在 就是你隨時討告都會經歷神的大能 這樣的時候 你又處理生命的問題 又跟神有密切關係 你的靈命就可以提升了 我們有一個短的祈禱 結束以後 接著我們就會一起祈禱的時間 多謝天父 神啊 你是得性的 我們在七碗看到 特別是攻擊那些有受印記 拜受的人 以及受的國就黑暗了 我們看到在這個末後的時候 有很多的災難 也有些是災難 特別攻擊沒有神的人 求主你幫助我們站穩 我們知道我們有神的恩典 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祝福的人 求主幫助我們活出神的生命 活出神的盼望 起落力量 叫我們能夠影響這個世代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基督 多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 因為在未經歷聖年充滿的人 他們的侍奉主要就是 言語輔導、教導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聖靈的能力的時候 你是可以直接去幫助他 面對他的困難 即時得力 如果他要教導 他要處理他的問題 可能要一段時間 但是他經歷聖靈 他能夠很快 有力量去面對他的困難 這就是那個分別 而聖經講到兩項都有的 神的話語的能力 和聖靈的能力 好 我們現在就一起 圍圈 我們收了一些椅子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祝福大家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